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马里兰周四十九岁男子佩德罗阿尔格特 上周四在离婚案败诉几小时之后 枪杀了该案判决的法官 目前他作案时驾驶的车已经找到 但人还是下落不明 根据警方说明 他驾驶的SUV在一片树林中被找到 地点就位于遇害法官家约8英里处 遇害的是52岁的法官安德鲁维尔金森 在出事前的几个小时 才把阿尔格特孩子的监护权判给了他的妻子 此外还命令阿尔格特不得与孩子接触 每月需支付1120美元的抚养费 目前地方州和联邦执法机构都在全力搜索 法境局也悬赏1万美元来启拿此人 华盛顿州参议员 直到在旧金山道香港的飞行途中才发现 而他在波特兰机场过安检时 安检员也没有注意到这把手枪 当飞机降落在香港 他立刻向海关官员报告了这个问题 根据香港的枪支管控法 除非得到警务处处长的许可 否则任何人都不得持有任何武器或弹药 而在华盛顿州 长枪和手枪的公开携带都是允许的 而且不需要许可证 西维基尼亚大学前华裔教授贺兴建 被控两项联邦项目欺诈罪 41岁的贺兴建是西维基尼亚大学工程系教授 涉嫌挪用了联邦拨款 根据起诉书 贺兴建在2018年3月至11月期间 盗用了8360美元的联邦资助款项 另外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11月期间 盗用了16997美元购买衣服家具和电子产品等 起诉书于2020年11月发出 不过贺兴建当时已经逃出了美国 他于9月26日从加拿大入境美国时被逮捕 目前被关押在纽约 如果被判有罪 每项欺诈罪控可最高判处10年的监禁 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将对洛杉矶县酒店进行调查 此前有指控称一些酒店雇佣居住在避难所的无家可归难民 来取代进行罢工的工会员工 特别是在客房清洁服务部门 自今年7月起 洛杉矶县多家酒店的前台职员厨师和客服服务员 开始罢工寻求更好的工作条件 据报导在罢工开始后 近十多名来自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难民证实 那些酒店雇佣了他们 其中一些人表示他们的工作量很大 并且被迫不间断的工作 联邦法律允许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在美国工作 而酒店也在员工罢工期间也有权雇佣代替员工 但那些雇佣移民的人利用弱势工人群体来削弱 为争取生活工资而罢工的员工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吉祥播出的话语电视晚间新闻